密史译文谈古论今 大家好,我是欧阳博文 位于夏威夷湖岛的珍珠港 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最重要的海军基地 因盛产珍珠而得名 1941年12月7号 日本海军一直以6艘航空母舰 300多架战机为核心的庞大舰队 袭击了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在这场战役中 日军以损失飞机29架 袖珍潜艇5艘和64人阵亡的微小代价 击毁机伤美军太平洋舰队 停泊在港内的全部8艘战列舰 和10余艘其他主要舰支 另有近200架美军飞机被摧毁 150余架受损 美军伤亡3600多人 日军偷袭珍珠港 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 先一步掌握了太平洋上的 制海权和制空权 同时也把二战的战火 引向广袤的太平洋 今天欧阳为大家带来 二战十大战役第三期之 偷袭珍珠港 1937年7月7号 七七事变爆发 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然而 原计划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 未能速战速决 反而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 耗费了大量资源 急需补充大量军事物资 1939年9月 德、义、日三国签订三国轴心同盟 与英美的关系日渐恶化 与此同时 纳粹德国在二战初期的欧洲战场 攻势凌利 荷兰、波兰和法国等迅速沦陷 只剩下英国在西欧单独对抗德国和意大利 此时的英法和等国都陷入空前危机 无力兼顾在远东的殖民地 东南亚地区资源丰富 尤其是和属东印度 是东亚的石油宝库 年产量约为800万吨 是日本的20倍 还有占世界年产量78%的橡胶 世界年产量67%的锡 以及大量的铁、铝和粮食等 为了获取在远东 进行持久战所需的军需物资 日本计划入侵东南亚地区 趁机夺取西欧国家在远东的殖民地 为遏制日本扩张 美国对其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1940年1月 美日通商航母条约到期 美国不再续约 1941年7月 日军入侵法处印度支那 美国宣布终止对日本的钢铁和废铁输出 同年9月 美国再度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 再加上来自英国与荷兰的经济制裁 日本的战略物资进口逐渐断绝 这对于物资匮乏 所有进出口的物资 都必须经过海上运输的岛国 日本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 1941年10月 主张对英美开战的东条英机 接任日本首相 日本政府及军方 逐渐开始落实向英美等欧美国家开战 进攻东南亚地区 并效仿英国 把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 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争夺资源 以维持国家自给自足的经济 和对中国的持续战争 由于此时 英国和荷兰正在欧洲战场 面对德国的步步紧逼 而自顾不暇 于是 日本海军拟定 在马绍尔群岛以北 马里亚纳群岛以西一带 与美国太平洋舰队 进行以战略舰为主的舰队决战 同时 对资源丰富的马来亚地区 也实施作战 但是 担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 山盘56 在进行多次海上演习和地图演练后 认为日本没有把握 能够用这种战略 一举歼灭美军舰队 而且一旦战争延长 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 日本想要获得最终的胜利 更是难上加难 要知道 当时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两倍 国民收入是日本的七倍 钢铁产量是日本的五倍 煤炭产量是日本的七倍 美国还有更高的现代化和自动化水平 以及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管理制度 战争潜力十分巨大 相比之下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 国内的军事和经济已经达到顶峰 也就是说 如果日本不能利用现有的力量 迅速消灭对手 进入消耗战后 日本将必败无疑 所以山门五十六极力主张 在战争之初就以先发制人的偷袭 一举消灭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力 随后不断组织进攻 持续打击削弱美军 不给美军积蓄力量反击的机会 争取在美国军事能力 动员起来之前就先将其摧毁 从而在停战协定上 为自身争取最大的利益 山门五十六是海军航空兵专家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以海军航空兵 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驻地 珍珠港 1941年1月 山门五十六向当时日本的海军大臣 即川谷智郎 正式提出了他关于夏威夷战略的设想 他认为 日军以往的作战方针 总是习惯于堂堂正正的正面迎击 但是根据多次的演习结果来看 使用战列舰进行决战 日本海军还没有取得过一次大胜 反而还会不断削弱日本海军的实力 山门五十六提出的战略思想 完全摒弃了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 以舰队决战的形式正面迎战 美国舰队的陈旧思想 而是主张在开展之初 变猛攻并完全歼灭敌人的主力舰队 磋商对方士气 为此 山门五十六还具体设计了几种方案 第一种 在美军主力舰支 大部分停泊在珍珠港内的时候 用飞机彻底将其击溃 同时对港口实施封锁 第二种 若美军主力舰队停留在港外 同样是用飞机进行攻击 只有在第三种情况下 也就是美军主力舰队从珍珠港出发 并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 才会派出决战部队与其进行决战 最终 山门五十六的作战计划 在重重反对声中 终于在1941年10月19号 获得了天皇的恩准 此时 距离偷袭珍珠港 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在兵力组成上 既要求具备强大的作战威力 又要避免编队规模 过于庞大而被发现 最终确定为六艘航空母舰 两艘战列舰 两艘重型巡洋舰 一艘轻型巡洋舰 九艘驱逐舰 五艘袖针潜艇 以及四百多架飞机 在日军飞机起飞海域的距离上 也经过了认真细致的考虑 既不能太近容易被发现 也不能太远导致飞行员疲劳 影响战斗 或是根本无法返航 即经研究 最终选定在瓦湖道以北 二百海力的海域起飞 从这里飞到珍珠港要两个小时 舰载机起飞后 航空母舰便可以后撤一段距离 这样一来 日军飞机去时航程短 返回时航程增加 也可以给前来追击的美军制造困难 在发起攻击的具体时间上 更是沙费苦心 必须要和登陆马来亚同时发起 由于日军计划 在马来亚登陆的时间是在浮小 海军首先需挑一个下半夜 有月光照明的日子 其次是要星期天 因为根据间谍提供的美军活动规律 星期六在港内停泊的军舰最多 而且人员休假 戒备较为松懈 综合各种情况 突袭的时间 被定在夏威夷当地时间 1941年12月7号上午6点 后来 由于有两艘航母上的参战飞行员 没有接受过夜间飞行训练 发起突袭的最终时间 被改为上午8点 为了确保突击的突然性 日军还采取了一系列欺骗和伪装 首先 1941年2月 日本政府任命退役海军上将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朋友 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国大使 不停向美方灌输日本不拒绝和谈的误导立场 其次 1941年7月至12月 日本增并关东 并多次举行大规模演习 制造日军意图攻打苏联的下降 然后 日军大本营还严令 各部队保持无线电静默 一律只收不发 夜间进行奔火管制 并全面更改密码和呼号 以迷惑美军的监听 在集结过程中 日军各舰只以二到三艘为一组 兵分多路 首先航行到日本北方海域 以躲避美国间谍侦察 然后选择了一条非常偏僻的航线 在前往夏威夷之前 先在北方绕了一个大圈 尽管航母从常规的3000公里 增加到6000多公里 但是 路线相当隐蔽 没有被任何其他国家发现 1941年12月6号 突击编队旗舰赤程号航空母舰 效仿40年前日俄战争中 大胜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日本舰队 升起最自棋 与此同时 日本外交部致电日本驻美国大使馆 在美国时间12月7号下午1点 夏威夷时间上午7点 也就是在发起攻击前的一个小时 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 只不过 日本大使人员 未能及时解码和打印这篇很长的国书 导致这篇宣战书 在袭击发生后才递交给美国 12月7号当地时间约6点左右 日军舰载机开始起飞 当地时间7点40分 日军战斗机飞抵珍珠岗上空 对几乎毫无防备的美军进行攻击 日军舰载机的空袭共有两波 第一波攻击共动用183架飞机 目标是摧毁各机场停驻 或起飞的飞机夺取制空权 以及部分美军舰船 至753分 首波攻击通信员发回虎 虎 虎的信号 表示袭击成功 随后 第二波攻击的171架飞机 再次发动攻击 仓促应战的美军损失惨重 8艘战列舰中 4艘被击沉 1艘搁浅 其余都遭受重创 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 被击伤 188架飞机被击毁 3000多名官兵伤亡 而日军仅损失飞机29架 袖身潜艇5艘 阵亡64人 对于美军来说 不幸中的万幸 是太平洋舰队的两艘航空母舰 分别在10月28号和12月5号离港 一艘航空母舰在本土修理 另有9艘重型巡洋舰 和附属舰支在港外演习 因而幸免于难 1941年12月8号 美国总统罗斯福 发表了著名的国耻演讲 随后签署了对日本帝国的 正式宣战声明 英国相继对日宣战 12月9号 已经与日军战斗了10年的中国 也正式对日本宣战 随着美国的完全投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 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日本的角度看 偷袭珍珠港 为其带来了三大眼前利益 1.日本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美军太平洋舰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完全丧失活动能力 2.日本得以在东南亚地区的作战 完全不受美军的干预 3.为本土日军争取到了用来扩张 和建立防御圈的宝贵时间 因此偷袭珍珠港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但是接下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 对日本发起的进攻 让日本回到场自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关于偷袭珍珠港 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 谁该为此事件负责 我们注意到 在很多文献中都有提到 尽管日军的突袭行动 做得非常神不知鬼不觉 但在日军发动袭击的当天 还是有许多迹象向美国做出了预告 疑似是在当地时间凌晨6点40分左右 美军一艘扫雷艇 在山江山岗前 发现一个潜望进 一旁的驱逐舰开火攻击 并投下深水炸弹 并立刻向海军总部报告此事 却没有得到重视 还有一次是在当地时间7点02分 日军攻击机群被美军雷达侦测到 但是并没有引起当值美军军官的注意 由此可见 直接导致美军在珍珠港遇袭的 是由于当时美军战备松懈 思想麻痹 在珍珠港事件后 时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 成了美国海军的罪人 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欧文·罗伯茨 判定金梅尔有罪 蛮乎职守和指挥失误 不仅军衔被降低 随后还被踢出了军队 在当时而言 普遍认为金梅尔是罪有应得 但是近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金梅尔虽然有责任 但问题更多出在美国海军 乃至是政府高层 首先 由于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 并没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因此 金梅尔无权让太平洋舰队 进入战备状态 其次 整个夏威夷地区 就只有一个雷达站 而新的雷达又始终没有到位 这就导致了夏威夷地区的 对空探测十分薄弱 甚至于 连最基本的防空力量都很空虚 然后 1941年上半年开始 美国海军从太平洋舰队 抽取大量驱逐舰 到大西洋方向 导致太平洋舰队的驱逐舰 大幅度减少 而事实上 金梅尔在到任后就很快发现 珍珠港几乎处于一个 不设防的状态 并针对以上三点 采取了一些弥补措施 包括增加防空火力点 扩建机场 增加航空力量 并收缩巡逻区域 而前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 其实就只是一个背锅侠 美国在一战中大发战争之财 二战爆发之后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想玩一把坐山观虎斗 可是出乎美国人预料的是 日本人先发起了进攻 而且上来就给美国放了一个大招 这让罗斯福不得不立刻投入二战 偷袭珍珠港事件 让当时的美国人对日本咬牙切齿 以至于在二战最后阶段 罗斯福坚持要用刚研发出来的原子弹 轰炸日本本土 偷袭珍珠港 让日本在太平洋战争获得短期利益 但是长远来看 这是日本在二战中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日本除了先下手围墙 当时可以回旋的余地也不多 资源匮乏 再加上深陷中国的持久战之中 日本也只有骑走险招 贪心不足谁吞象 小日本这是在作死啊 以上就是二战时大经典之 偷袭珍珠港的节目 如果你也喜欢欧阳的节目 请不要忘记订阅头条历史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